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跟郝帅有这个成绩是正常的 郝帅因为郝帅这个水平 郝帅在队里头来说 作为左手来说他很有特别 但是他也是这一两年因为竞争 他没有竞争到前五号 所以他比赛机会也少 而且在家乡我们说他是主场 主场比赛来说处理不好压力会更大 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 第二盘的单打托奇克对梁祝恩 其实这是一场功力吸敌的比赛 从我心里来说 其实我倒是希望托奇克能够赢 为什么 这个比赛的第三场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看点 因为他是世界两个世界前十名 是有水谷损对奥加洛夫的一场比赛 这场是第四场 如果说了欧洲队已经 就是说他在主帅副帅 没交战以前已经败了的话 那对这个比赛的观赏价值 包括场上运动员的这种投入 来说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加油 加油 我们之前介绍了梁祝恩呢 是在欧洲打球 今年33岁 他能保持的这个技术状态 是相当不错 你看到他的这种一板一板的衔接 作为纸板选手 年龄大之后 对于他的跑动 包括球的速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梁祝恩 他确确实是保持得很好 其实梁祝恩也是原来广东籍的运动员 他的老家是广东的男方 我跟他父亲都分手 梁祝恩这个运动员来说 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他一直对这个兵方球 非常喜欢 非常执着 他把那几个老主力都耗掉了 那边李静 高丽泽 李静现在可能排名在梁祝恩后头 高丽泽已经退役了 张玉也排在梁祝恩后头 所以现在香港队里头是江天一 唐鹏还有梁祝恩 他来说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而且就说从梁祝恩来说 他也是典型的直板单面弓的打法 他的特点就是说了 第一个就是他的旋转很强 发球转 桌球转 在一个打球来说 他也是程晓金的三板斧 他特点挺狐的 所以一般的来说 就是欧洲人可能跟他打来说 可能开局来说不适应 有可能就说你还没睡醒呢 他就给你赢了 你还没摸着头绪呢 他就已经大比分领先了 如果真说的能把他这三板斧破了 打成实力的话 梁祝恩就没有那么可怕 我们看托奇克能不能就说 他摆脱他前几板这种制约 来 我的感觉就是梁祝恩啊 现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了 因为我以前真没怎么太仔细看他的球 但我现在都到他都三十多了 我现在感觉到他球怎么这么好啊 就这种印象 他这个奥运会亚洲区域上 他第一个出现的是他 对 他把柳川敏赢了 他率先出现 这是这个 在德国多特蒙德的世锦赛 他也是 中国香港队的前三号大将之一 称占了主力的位置 太级 加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1比7 梁主任先胜了第一局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借着为您介绍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比如说第一局 梁主任的发挥是技术的使用都比较成功 一个他正手的进攻 还有一个就是他反手的相持 或者他的防弧圈都没有太多的漏洞 因为欧洲来说他都是红板运动员比较多 即使是说的你像好帅水平很高 但是托奇克打一局以后他能适应 但欧洲的纸板选手比较少 打起来就是说的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 他对这个梁主任的发球 梁主任的快白短 就搓短球 跟快批长球 包括反手推挡 他不是很税 所以显得托奇克的5比15比较多 跟打起这种对拉来说 那就可能是欧洲人的想象 有个人的快速 从科奇克其他对攻球来说它的发挥还可以 但是在前三板这些处理球的环节上 它的无畏失误还是显得比较多 这个球托奇哥拉的就非常好 就是旋转非常强 好的 我们感觉科奇克的打球还是挺清楚挺聪明的 因为我们也觉得这个训练体系在欧洲 尤其在欧洲跟中国不太一样 有人说这个中国的运动员是练出来的 看着一个比较天才的运动员 好的 再来拉一板 这个反手拉的很纯正 中国运动员是国家投资比较大 教练培养比较多 欧洲运动员他这个教练一般的 优秀运动员不当教练 所以他们有点自生自灭 所以欧洲运动员出来的 好的 好球 他这个反手一般弹击 出来的运动员都是应该说都是喜欢球 都是天才 相对来说他们打球的感觉比较好 运动员寿命也比较长 托吉克因为他在斯洛罗尼亚他也是 首当其冲的老大 反手发力 这个反手啊 托吉克是他的 也是强项技术 在第二局他反手的发挥使用都是效果显著 特吉克还是有很强的实力 能跟马龙打到2比4 那不是白白 对 因为我觉得他打球好像有一种亚洲运动员的那种灵巧 他不是很笨 在场上 就是他的 一个他的百速转换啊 你看他打球很积极的 打球很积极 一个速度我说了 跟马龙在相持当中 他还不显得很慢 再一个他的变化意识也很强 漂亮 漂亮 bureaucracy 拒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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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拒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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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在昨天第一回合的较量当中 梁主任是战胜了欧洲明星队的克里桑 托奇克是战胜了亚洲队的好帅 这样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1比1 比如说看完第二局 您觉得就是梁主任和克里桑的这场比赛 他赢的比例大吗 梁主任跟克里桑我觉得要真从实力上 梁主任跟托奇克来说还是托奇克的实力要好一些 一个就说的他正反手都能进攻 比直板来说还是要方便一些 再一个就我觉得这个运动员来说 打法来说也是比较先进 现在就说了他打球来说的有速度也有旋转 这个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托奇克逐渐的适应了梁主任的一些技术 像白短像一些小技术包括前三板 现在托奇克的整体他感觉他能够拔得出手了 他每一板球能够很自信的处理 所以现在对于梁主任来讲就是难度更大 他怎么去能够把自己表现的更好 才能够取得这项比较胜利 就难度加大了 因为从基本功来说托奇克要比梁主任好 但是从打球的境界来说他也比梁主任要高一半 我跟他说了对吧 好 他有速度也有旋转 就是说他的节奏可以快可以慢 因为你比如说的刘国梁教练对这种变化 节奏变化说是最高境界 他举个例子说的什么最难 节奏变化最难 他举个例子说的你比如说你跟着车走 是吧 你跟着一朋友的车 是吧 好的 你看现在这托奇克在场上现在越打越好 又有点像昨天很好帅那种 所以他现在很好帅根本就不奇怪 他这种节奏变化实力又比梁主任强 梁主任很难破的 就说在难度大的时候他拉一把转 难度小的时候他就加速 所以就说从他这个时候既保险又凶狠 来说梁主任来说的很难破的 抹拒tan 我代表 然后扑到 我的员 我代表 Ik teri 哎呀这个球机会 不过这个球对于纸板来说是有点难度 如果手不能够完全伸进去 它的发力就感觉不太好 最好能够侧身拉或者侧身调打 男主人好在就这个运动员来说的 一直比这个好 多好多了他不放弃 拉住反手 还是坚持打反手 哎哟 这种球来说是 球机会来说非常上元气 对梁主人来讲呢就是一个转折球 连续两个了 5比3也是也是赢了一个 你说他这个打高球为什么同手同脚跳起来 而且他跳得太快了 球你抖 哎是因为这个有点紧张 自己原来就打高兴 打高兴呢就是有的运动员打高兴呢 收不住手 是吧 收不住手以后丢一两个球 就是他又又有点紧你看看他现在又有点紧 在这点上梁主人有点像中国运动员马林 马林就是说了是吧 他有时候可能他的打法你觉得他不嫌弃 比赛有时候开局你能领先 但是他就马林就是欺而不少 每分必抠 他抠的特别细 你稍微打个盹 你稍微随意一点 他马上就追回来 所以我们就说了 全队就送了马林四个字叫五孔不入 他这打法五孔不入 非常形象 其实刚才啊在这局当中 这个托奇克已经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就是他的正反手的发力 他对球的这个节奏的把控 他的一些这个落点 我觉得表现都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但是呢 就是在刚才一个机会就打丢之后 一下显得这个人啊 就好像很乱 在场上有些摇晃 这时候我想呢 就是托奇克还是不要太急 这个球呢 还是要有耐心 一板一板的 一个球一个球来 进行对抗 这局可能最后几个球 是这整场胜负的一个关键 如果说谁能在这局能获得胜利的话 大大比分局况的话 二比一领先的话 对于他的自信心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梁主任现在运气也随着来了 就是一个擦边球 这也是看到梁主任刚才小冬教练所介绍的 就是切而不舍 你看这球他多被动啊 对方是一个搏杀性的进攻 他能够去拼命的抵抗 好球 我觉得像这种球 只有那个20出头的运动员能打得出来 因为这球难度很大 因为你发完球之后 对方是直接抢拉你的球 这板对直板来讲 他又要顾正手顾直线还得侧身 又是机会 这个球啊 如果是托奇克如果再打丢了 股体也就差不多 彻底的有点丧失心心了 其实真的现在看下来 托奇克打成这样真是不应该 他应该说全面上风 他连小球上的他都比梁主任要好 全是给人打得歪为凝凝 你自己丢 这个也叫有时候自己输给自己 自己打败自己 好球 还有梁主任在放 跟反手 还是球非常漂亮 我们也可以看梁主任就是跟你打紧张 就是跟你打气氛 就是跟托奇克打心跳 你都打到了 让我没办法 你有一点失误 他就会抓着机会反局 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三局九平梁主任的两个发球 中间短的挑直线 反手相持 推住 在给住反手 好球 好球 这个球托奇克就侧身的时候 他没拉出劲 侧身的时机也不好 他没有真正达到反手能够拉出主动之后侧身 所以他这个反手发 发完力之后 梁主任拱他一个 这球挺别扭 所以他没拉出劲 被梁主任防了一个大斜线 打球 第一比九 梁主任赢了两分 拿下第三局2比1领先 好我们还是请李小冬教练 给我们点评一下双方的第三局 第三局是一场 是一局非常精彩的比赛 都这个在第二局赢得很轻松 第三局的开局打得也非常好 之后就是说他在领先的情况下 5比3以后有两个机会球 他都打得太随意了 太随意的话 梁主任的话 都是死里逃生 我说他欺而不舍 他就拼命地去救 拼命地去反击 这让梁主任把这俩球赢了 之后打成5比5以后了 托迪克就开始有些紧张 你包括现在这个球 林比一输这个球里头 他就有一些紧张 处理球他就有一些急躁 急躁完了就保守 而且急躁保守 他都在来回循环 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里头 就很影响他的发挥 相反就是说 托迪克在落后的时候 也没有太多指望的时候 他放开手脚了的话 他还能把他的技术发挥出来 如果真发挥出来 从技术含量来说 他应该说比梁主任好不止一点 应该说好不少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 所以这个比赛啊 这个情绪的控制很重要 就是在场上你需要有激情 但是不能过度 是吧 在场上还还需要保持一个特别冷静的这个头脑 另外就是你打得好可以 但是也不要太好 因为这他毕竟是比赛 太好他就是表演赛 所以就是说这种自己掌控这个控制 他刚才就有一段 我觉得托迪克就太性了 他太好了打的 然后手有点收不住 手然后节奏太快 你举个例子 我们那个张绿科也是 张绿科这个运动员爆发力特别强 我们叫他兴奋点特别强 来的也特别快 但是他兴奋点强来的快 但是他维持的时间短 张绿科可能六七个球 五六个球特别好 完了以后来了就是一只 五位十五可能多一点 那我们现在做工作 就是打奥运会的话 即刻你的兴奋点尽量的要长 再有一个就是说的 你的意志点 你尽量的时间要短 而且不要起伏太大 这些工作对于运动员 在场上的稳定发挥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再有一个就是比赛要学会扎战机 你比如刚才这个球 托迪克四比二领先自己发球 如果赢一个五比二 可能差距就很大 这个球我们就叫他比较 叫一个叫战机 他这个球很扫帅打就了四比三 那两个人就觉得我们差距不大 下面的球来说 托迪克就会更困难 所以就说呢 像马林这种运动员 包括刘国梁啊 瓦尔德尼尔这种运动员 他抓战机抓得好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运动员 对比赛理解的深 对比赛当中的悟性就不要好 是您说的这个战机啊 必须要最顶级的运动员 对 还不放过任何的这种战机 这个球托迪克处理的很有意思 他也没有发力挑 也没有侧拉 他就好像轻碰过去 这个球没他 你看他 你看他轻撩一下 这个球其实很厉害 马龙也会这个球 他是托底托过去的 托底托过去 托出下沉的球 下沉 这种球我觉得是一个 很新颖的技术 对 马龙这个球也比较好 但不能老用 如果老用 因为你这球毕竟你速度慢 别人算准了 如果发力加力拉你的话 你又成被动局面了 这个球就打直板反胶 反手不会直板横打的运动员 最有效的 好使 现在托奇克是第四局 6比4领先 梁主任的正手反拉成功 这球其实难度很大 本来已经把这个梁主任 已经掉开了 对 摆了摆了个短 这场球两球都比较坏了 梁主文这场球比昨天他对克里桑打技术质量就高多了 因为托西克这个运动员有激情 他想赢 梁主文也想赢 所以这两个人争斗起来场上就有一种气场 比如说像克里桑他这场球就没有这种气场 他能揪住观众的心 而且相互的他能够带动 对 这个球是一个高质量的发力 现在双方的争夺是越发激烈了 特别是托奇克的发挥 已经打出了一个小高潮 10比6领先 这样双方在前四局就打成了二瓶 我们稍后还是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的决胜局 李主导您觉得第五局谁的迎面大点 我觉得托奇克好点 也很难说 因为托奇克我觉得他这个从技术层面上 他上分 他不应该打到二边 你看算小分吧 但是托奇克现在他也多赢了两个人四个球 他赢两局11比6 输了一局7输了一局9 从技术层面上上分 但是他是一个情绪化运动员 情绪化运动员很难伺候的 领先了以后他容易放肆 他容易骄傲 他容易手松 落后以后他容易紧张 他受比分影响很大 如果说托奇克能够稳定住情绪的话 扣住比分的话 那他赢得到 但我觉得他做到这点也很难 他都做好了 他就不是托奇克了 他就不是现在这个世界排的 可能还会排得更高 应该好很多 杨朱恩的他整体从技术上 他是比较吃力的打起来 对 因为他单面 托奇克对纸板现在比第一局 他的整个技术上的发挥要流畅很多 对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看托奇克的刚才小冬教练说到的这个情绪化 能不能稳定正常的发挥少犯错误 第二点就看梁祝恩的这个 他的一些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抢拉 这时候就是作为纸板来讲 在第五局和在第一局第二局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因为第五局对方对你适应了 对你的控制也更加严密了 你这时候你的精力体力脑力 还能不能像前两局那样保持一个很高昂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需要梁祝恩去做的 男主任就两条要选人出 第一条就是各自成功 孤独一致 抓住一个机会下死手 第二个就是说没机会 跟他死皮赖连也好 我死缠住你 让你难受 他能做到这两点 他还有机会 他基本上梁祝恩打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有机会以后 他就成车站强 他第一板球他冲杀还是威胁比较大 剩下没机会就死防 甚至放高球打防反 他都赢了几次 这都很不容易 你看这时候搓半高 搓半高以后 搓的一段要有点减一个 他这个情绪不错 三比三跟四比二差了很远 所以就是说的 像斯洛文尼亚的教练呢 我觉得他也挺当当的 他们这都是这种双刃剑 用好了他能立功 他也会输一些不该输的事 所以我们对到这种对手 我们叫他神经高 这种未知因素 不知道他时候 什么情绪好 同意是他 拜许他 对 同意交货 拜许交货 拜许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是亚洲战第二回合的比赛 昨天呢我们已经直播了第一回合五场比赛 结果呢是亚洲明星队4比1领先于欧洲明星队 那么今天如果亚洲明星队能够在五场比赛当中取得两场胜利 就将取得今年2012年亚欧全明星挑战赛亚洲战的最后胜利 那对于欧洲明星队来讲呢难度就比较大了 今天要么就是如果能4比1赢就将进行附加赛 另外这次比赛的总奖金呢也非常高 达到9万欧元 因为他赢球的话是8500欧元 输球的话可以拿到一半 可以拿到4250 你能搞这个快成会计了 实际上运动员正在场上比赛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有一个人去算这个奖金的情况 因为他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空间去算 更多的就是想他如何去发挥的更好 他这主要还是一种荣誉之战 因为人家对输赢呢 他对这种颜面对这一点面还是很重 所以这种比分胶着当中 这个对国际客来说不会很有利 杨主任也就是说的在纠结当中 因为他比较坚定我打的就是纠结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心理的底线 那只有打成这样我才有机会赢了 所以这个以梁主任对这种场面 这种气氛来说他还是比较熟悉 现在双方打成了六瓶 但是发球出台 这都是一种战术素质啊 他很关键的时候发球出台 就等于把这个抢攻击和拱手让给对手 我们也说发球出台就等于刺伤了 你看他赢一个球非常风流非常掉 但输一个球也太简单太快了 不划算吗 所以还要算一笔账 怎么能够技巧的得分 不要每一板都要经过这个死拼烂打 都要经过多板数的发力回合 来短 上去拉一下 还有 两个人就比较好 这球不风流 不飙量 赚很实惠 除了你打得我没车 我输你 这个球里面一有点机会 基本上梁主任上手是不丢球的 出了 出了 两个人开门 老乃 两个人现在也叫了暂停 就说他打得决胜局8比8 比赛就是打最后几个球 打到八分我可以说了 如果说梁卓恩在这场球赢了的话 他的小分赢球的分比托奇哥要少 但整场他赢了 这种情况从数学概率上只有2%的机会 为什么算这个 当时王丽琴跟马林两场世界级标赛决赛 在上海在萨格勒布都很有意思 王丽琴整场总分输给马林两分 但是场次他赢了 所以到了奥运会第三次 王丽琴没过去到奥运会的时候 马林给马林给办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 就是说整个来说 整场的总分我赢 但是总分赢了没用啊 局分人赢的是地方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的不多 看看今天能不能出去 这个球梁德文是快搓一板底线长球 你们看到这个球搓的 也还可以 搓的还可以 但有点侥幸 他觉得能搓死对方 或者让对方拉不起来 对 托奇克反应很快 反手直接借力发力 把球拉了起来 得分 现在9比8 特别哥这板的抢弓台内 反手打得很漂亮 第二板先接很容易的球打对了 所以打到9比9了 打到9比8比8以后 暖女人还打得比较抛弱 所以说这个是有那个温暖的 暖女人三个球都在控制 应该还是有一点上手 来打乱这时候 哎呦这个球太好了 这机会 只要侧身拉着 保证拉上 这球就赢了 因为这个球啊 他这个接盘手接得也很好 反手挑了一个角度很大的一个 发力的球 然后正手 其实按道理 他转正手是很自然的 有点追身 打成了实评 学长您觉得这球跑丢了是什么原因 是撑住了出手还是 这球来说有两种把的很转 他这个球里头我觉得 郭奇克就是说的两次领先 没赢了的话 他心里头还比较浮躁 所以在手上里头缺了一些调节 哎呦运气 全是运气 梁主任的发得很好 发了一个在侧旋的一个旋转很强的球 本来是基本上已经吃发球了 但谁知道接了个擦边 外打正着 回摆 哎呦 好球 这个球摆得太好 对 这个球确实是一个高质量的 在关键球上难度很大的一个摆断 回摆 这很难的 我们也叫它二次摆断 二次摆断非常 一摆就冒 哎呦 哎呦 我又一个擦边了 天呐 俩擦边一个摆断 这个梁主任的书的确实是那个 两个运气球 确实这个是两个 他自己是两个运气球 这个人从出版的 非常失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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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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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Leading to the game 5-2-3 好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希望我们在西亚 今天金牌比赛 农生大便一起 为我来参与金丁吧 7